扭曲吐起 盘旋深陷 崖壁密布着石沟石窟 其中一处崖壁更为奇特 有横有树 直中带驱 宛如崖壁上的文字 当地人盛传 这是崖壁上的天书 有些是冷宫的 可能是黄河水冲杀出的 最翘的运动瓦大概是 整个五千多公里的黄河沿岸上 就属山西陵县和断东岸 有着这些非同寻常的奇观 因为太奇特了 甚至还有人专门以它来创作 根据它的形状 稍微刻一点线 就出来一个指头啊 头啊 嘴啊 这种形象 当地李家山村木雕和石雕记忆 由来已久 很多当地人都以这门记忆为深 也让黄河浮雕成为雕刻家的灵感 只是眼前的这些浮雕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带着疑惑 科考队们踏上解密之旅 你看这个还有绿的 这边也有 绿的那种 这就是那种包裹体 河流或者是湖泊成绩的过程中 包扎一些大的壳裂 核卵石 这就是更早期的核卵石 岩石上的细节 引起地质专家的注意 这种包裹体由石印叶构成 专家推测 崖壁上的钩槽和孔洞 或许就与这些包裹体有关 这还有一块 这还有一块 对 这个还真是 这也是沙叶里边的一种包裹体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一行人扩大考察范围 果然在临近山坡 崖壁上也发现相同的包裹体 专家推测 这些崖壁 送到锋利的波石 沙石剥落 随着外力侵蚀 坑洞逐渐被扩大和变形 只是疑惑只解开了一半 因为这里多数孔洞是井然有序 纵横交错 它也不是那种包裹 你看很明显 而且竖条一道一道一道 从线条上看 村民口中的崖壁天书 似乎与沙岩中的包裹体 没有太多关系 这神秘的天书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不过在相对干旱的西北地区 大雨过后水分很快就会蒸发 对岩壁的冲刷也是间断性 单凭流水很难形成这么立体的轮廓 此时牙壁上的白色物质提供了线索 我尝尝这个 咸 咸有点色 难道这个白色是盐吗 有盐分 应该是一座盐 由于黄土高原的黄土 盐含量丰富 降雨过后 它们被稀释到了地表中 顺着牙壁下流 砂盐表面残留的盐经过蒸发 形成盐结晶 盐本身不仅有腐蚀作用 结晶体还可撑开砂盐表面的裂隙 再加上风化作用 使得盐壁缩软的部分被侵蚀较快 也正是由于盐风化 水石 自然风石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唯妙唯孝的浮雕器官 才得以处理在黄河岸边 此外也因山西省林县 背靠旅梁山脉 地势陡峭 黄土覆盖较少 厚城沙盐露出面积较大 少了黄土城的覆盖 东岸的沙盐更容易被水石 再加上风石和盐风化 形成了黄河流域中最奇特的风景线